前两天,内地开了一个十九届二中全会,围绕着这个二中全会预谋的这个修宪,我看了一些政论家,时评人都在搞这个解读。 其实呢,如果要是不靠这个东西吃饭,大可不必费这个心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整个这个世界通行的法则,是宪法中,它要体现的是民权,主权在民。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宪法,你不管它怎么修改,它始终有一点是没有变,那就是主权在打。 这个东西,你随便它怎么修,修来修去的,跟我们老百姓是没什么关系的。 它无非是想要一个法理上的正义性,来帮助它实施统治的这个正义性。 中央大力,它要的是这么一个东西。 整个这个公务员体系,它是围绕着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特色的领导。 其实说到底,它就是一个党国。 它从五四年写法开始,一直到现在,你不管它修五次也好,修八次也好,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 过分地去解读它,其实是在浪费时间。 你搞清楚它怎么想的,或者说它未来会怎么样去统治。 这个东西,你还不如好好看一下今年有可能出现的变化。 我们知道今年有两个看点,一是三月份的两会,第二个是七月份的水灾。 从98年开始,中国这个水灾也好,地震也好,相对进入了一个平坦的高峰。 我记得汶川地震的时候,王石在内部有一个通报。 他说,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灾害的高发期。 希望他的员工在捐款的时候,把握一个度,把握一个尺度。 其实呢,这些人很明白,因为地质灾害所导致的地震频发,尤其是长江流域。 是什么原因,他们心里很清楚。 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说,可能是属于那种后知后觉的。 说白了一句话,它是三峡引起的。 三峡改变了原有的地貌。 包括这个,原先一些山地,一些峡谷。 现在都已经形成水库了,水是有压力的。 全球坝高100米以上的水库,大概有800多个,850多个。 中国现在有130个,占到15%。 水库,水坝这个东西国际上有一个定义。 一般而言呢,就是坝高15米以上,或者说库容300万立方米以上的, 坝高5米,就算大坝水库了。 那么全世界现在已经建好的,有5万座。 其中2万2千座在中国,占44%。 中国这个东西呢,利用地形地貌,搞这个水库,来促进农业生产。 这个历史相当长。 我们现在已知的安丰堂是2600年前建好的第一个水库。 另外一个比较出名的水利苏榴是都江燕。 也已经有2200多年的历史。 中国真正开始发展这个水利水电呢,是1950年以后。 全国范围内,大面积的搞这个东西。 那也是工业底子太薄,发电量不足。 所以呢,中国在这个方面下的利息比较大。 三峡起了一个坏的榜样。 因为三峡在建之前,他一直说要平易电价。 据说当时还承诺过,三峡建好以后, 电费要降到8分钱以下。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三峡建好了。 电费不仅没有降下来, 而且三峡的所有发电机组都已经被改制了。 被各个权贵集团刮分了。 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国内的江河湖海上建了很多大坝。 比以往我们看到的那个节道的可能更厉害。 因为他不仅要钱,而且要命。 最近几年有一些没有预警的这种溃坝现象发生。 为什么呢? 因为除了豆腐渣工程以外, 它还涉及到一个死保水电机组的这么一个背景。 不是每一次溃坝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 有的时候, 他甚至有可能为了保证已经被划归各个权贵集团的这个水电机组的安全。 刻意地在水坝的一些薄弱地区开个口子, 形成所谓的溃坝。 这种溃坝因为他本身就是违派自然规律, 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有预警。 死伤的人很多, 到目前为止可能也没人敢查这些事情。 我们知道2016年, 新设了一个官制, 叫合掌制。 从2017年1号洪水, 去年的7月2号3号开始。 受灾地区很多, 据事后的统计大概涉及到11个省, 61个市。 因为在这个湖南和广西, 这个大水淹没的比较厉害。 所以去年的大水有一个通称, 叫香跪大水。 死了多少人, 多少住房泡在水泥, 事后怎么散后的, 我们现在都不清楚。 我们看到了一些视频, 有一些房子, 在湍急的水流过来的时候, 整洞的就倒掉了。 有一些是泡在水泥, 洪水开始退潮的时候, 这些房子也倒掉了。 可能更多的视频, 没有办法上船,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有一些人为了维权, 去找了开发商, 去找了当地的市县政府。 最后我们看到的, 都是出动警力, 强行地遏制了这股蜂草。 一转眼半年多过去, 再也听不到下来。 2018年呢, 就比较特殊了。 因为它3月份存在一个换届, 这个换届的过程中, 它可能涉及到修陷, 它要改观置。 在这个过程中间, 各个封疆大吏, 会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 大家不去说什么, 大家在观测风向, 具体的一些水利, 防汛的一些部门。 从去年大水到现在, 我们没有听到, 任何一次大的改进的工作。 什么自查护查之类的, 可能也就是形成一个文字, 完全没有实施下去。 官员们已经无心在这个上面去, 花精力了。 那么今年还赶上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连初开始的, 突击驱除大城市, 低端人口的这么一个行动。 我们可以大致地看一下, 中国民工比较多的, 十个大省, 前六个, 都跟这个水文灾害有关联。 第一个我们知道是河南, 大概有34%的民工, 占总人口34%的民工在输出。 他们因为涉及到黄河流域, 这几年黄河发生过断流。 所以呢, 这两年发达水, 这种水文灾害对他们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从第二个到第六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 湖南, 江西, 江苏, 四川, 重庆, 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每年的大水, 它都逃不过去。 湖南我们知道是香江, 去连举子州头那个毛泽东象都给淹了。 可能就剩一个头了, 沿个小水, 其他的都被淹在水里。 你从航空航拍的这个照片来看, 刚开始看起来还上车航母, 后来就四处漏水了。 湘江也是长江的一个支流。 那么长江沿岸, 原本的这个水库水坝, 加上去年发生灾害以后, 是不是已经清理了, 去重新加固了一些堤坝, 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任何明确的说法。 而今年又突击地把他们进城务工的人员, 浅散回老家。 这些人从城市离开的时候是很突然的, 几乎是没有预告的。 三天五天, 最多一周, 全部要赶出去。 那么他们原来在城里积蓄的一些财务, 基本上都带了回去了。 他们离开农村有些人已经很多年了, 包括一些孩子, 他生就生在城市。 他在农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 从年初开始算, 到七月份汛期到来, 也就半年时间。 他们还在忙着回家以后去安顿一下, 收拾一下屋子。 可能还得跟村里面谈一谈自己原来种的地, 是不是有一些可能给村里收回去了, 还要重新地再划分。 勾完脸以后跟的就是村根。 他们还得花钱, 拿自己的老本去把这些工作做好。 让自己最起码有点事多。 估计他们还没有看到丰收呢, 大水就来了。 今年如果再发大水, 情形跟去年就不一样。 三月份这个两会其实没什么看头。 我想说的是, 七月份发大水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很多被从城里改出来的所谓的低端。 他们在农村还没有适应环境呢。 他们有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 而且他们得指着, 靠从土里那条石儿, 得混点钱, 得养活一家人。 如果今年的洪水来了以后, 不说比去年大, 只要跟去年差不多, 造成的社会危害就会比去年大很多。 这是一个不得不关注的时间点。 今年所有的一切, 可能就会从七月份开始。 不要把眼光过分的集中在三月份的两会上。 如果有条件的话, 完全可以跟熟悉的自己的朋友, 刚回到农村的这些亲友们打个招。 让他们做好一些自救的准备。 因为有很多人已经离开农村, 离开自己的家乡很多年了。 他们并不熟悉农村的一切。 最困难的就是什么呢? 在城里长大, 这些半大的小子们。 他们今年可能会烙腾得很凶。 从城里生活一下回到乡村, 从米罗里挑回康罗里。 由奢入检。 这是一个很难适应的过程。 我们现在应该可以知道, 地方财政各级的债务问题已经很明确了。 你不管中央有什么样的决策, 地方肯定手里没有余粮。 包括救灾物资也很欠缺。 最最关键的一点, 他们因为涉及到今年两会的这个换届, 关心是不稳的。 整个这个执政团队, 它处于一个被清洗的这么一个状态之中。 有些人想脱身, 有些人想移民。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政策越来越收紧了, 包括这个出入境的监控也越来越严格了。 很多人想走,走不掉。 有些钱见不得光, 他们还得忙着走地下钱庄。 这些地方的执政大员们都在忙自己的私事。 三月份换届, 人不被抓, 那是最好。 完了跟着, 他们就得忙着处理自己的财产。 处理自己的一些私事, 他们根本就不会把多大的精力放在防汛上面。 所以今年如果发生洪灾的话, 它的危害比去年大很多。 给这个社会造成的冲击也会相当大。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如果提前做一个心理的准备, 通知涉及到的这些亲友, 做一些自救的工作, 我相信是会有益处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相信是会有益处的。 我相信是会有益处的。